大彈,新星劇團就停了,就沒有做,沒有做就一直做《珍善美》、《寶風劇團》 全部都是《紅線女》、《方元勳》一直合作,最後到五幾年以來才靠先鳳鳴 由於當時任者紅極一時,很多片商都爭著找他拍電影 在1951年,拍攝了他第一部主演的電影《情困無冠安》 到1964年,拍攝最後一部電影《李侯主》,總共演出過三百多部電影 《李侯主》這部電影是香港粵劇電影裏有很多個第一,投資 現在來說,我看沒有拍攝賣有成億的 他的服裝報警絕對比當時國語片最好的那些 絕對比他無不及時間的長,拍戲的認真 這部電影真的在香港粵劇電影史上佔了一個很重要的職位 直至1969年,任者決定全面退出舞台,專心培育粵劇的下一代 1972年,任者為了錄一百歲哉籌款而唱 這次成為他最後一次的公開演出 1989年,因病辭世 雖然任者離我們而去,但他觸動人心的演出 仍然透過電影和歌曲傳頌萬世 人欲歸河,喜慰河,愁慰河,愁慰河 今天真是舒服了,做些女人生涯都不知道多自然 扮男生真是辛苦的了 男人現在不是多好看嗎? 約哥,你真是男生,我也會找到 五、六十年代,任者最活躍的時候 香港還未是一個男女平等 或者對性別很開放的一個社會 很多女性的觀眾,他們選了任者 一個本身是女性 但在戲台上面,整天都反轉了一個男性的人物 所以性別對他們來說,既是女性還是男性 任者這個人物,作為一個女性 幫這些女性觀眾做了很多她平時做不到的事情 在戲台裡面,就是一種性別 一種毛,或者像癡紅合體一樣 就產生一些很有趣的感覺 我說有理有不理 一推一碰撞堂,就此問記 任健輝有富有男性那種對女性的吸引力 風流,對女性溫柔體貼,有情有色的成分在這裡 不是帶這邊,帶那邊 原型 原來是你來 等我像誰 另一方面,就是女性那種女兒態 那樣東西,那樣東西 兩樣東西加起來,對各種陰陽 兩樣東西在這裡混合了 無論是在性方面,情方面,感情方面 那種感覺都很特別的,很吸引人 很多時候做的很調情的 甚至怨氣 這次可以 好